JW王浩宜这日出席一个公益活动的时候 对于近日和朱敏翰传出飞聞一事 他就再度澄清并无此事 众生冤说之前有传媒问他回应 但是就不了了之 令他相当无奈 当被问到男友有没有为事件而挖措 JW就这样回答了 又不会的 因为其实我经常跟他沟通的 拍剧的时候去旅行 一直都是天天聊天 所以根本是我们的信任很多 而且我们是一群朋友 所以我们看完就笑了 但是如果不停地发酵当然不好 所以我现在说了 够了够了 会不会考虑结婚了开始 我现在我觉得最重要是工作 特别是对我的女生来说 现在我又想演戏 又想唱歌 我想趁年轻快点做完 我自己想做的事 其实我已经觉得不够时间了 你明白吗 我觉得如果我和这个人在一起 我都希望一直走下去 我觉得结婚不结婚 在之后才说 但我觉得现在最重要 我的主要是我的工作 这次的活动 是呼吁大家关注 以及认识老简症患者的问题 从而减低大众对他们的偏见和误解 身为活动大使的JW都说 可以参与其中 觉得很有意义 我希望多些人了解老简症这件事 如果社会可以多些包容 多些爱 多些关怀 那就会很好 那你自己身边有没有朋友 有老简症 没有的 我自己未亲身经历过 或者身边的人发生过 我就未试过 但刚才也有人去分享 他们可能突然间发作 会怎样 刚才也听到 有老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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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